大家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企圖 有個女生發明了一個很聰明的東西 就是男生用的避孕器 男生用的避孕器比如說保險套嘛 另外一個東西 那還有一種特別避孕方式 就是直接把你塑金管綁起來 或燒掉剪掉之類的 好像不能剪掉了 那那個叫做結紮 對吧 等一下都會看到這樣的詞 所以她的名字叫Rebecca Weiss 應該叫Weiss Designs Ultrasound Powered Male Contraceptive Device 所以ultrasound power就是用超音波來當做powered 那她是男性的 male的 contraceptive第一個認識字 就是避孕的 所以避孕的設備 contraceptive device contraceptive 名詞contraception 就這樣子 所以contraception Alright 還有一個東西我們講一下 就是 如果說你今天真的不小心 不小心內涉了 不小心中出 不小心套套出問題或幹嘛的 不小心破了或幹嘛的 反正有些意外啦 然後你就知道 我們可能要買一些事後丸來吃 緊急的這樣 那那個事後丸 我們有幾個詞可以說 你就在Plan B 其實大家就懂了 所以你需要得個Plan B 什麼是Plan A Plan A就是好好的避孕嘛 戴保險套啦 或者是固定吃藥啦 或者結紮啦 什麼這些的 那個是Plan A 可是如果Plan A fail的話 我們總要有個Plan B吧 那就是事後丸 所以為什麼叫它Plan B 大概是這樣的原因 那它也可以叫做 叫做morning after pill 就是the morning after sex 所以在做完愛的隔天早上 你就要趕快馬上服用 事實上越早越快越好 對不對 所以你也可以叫做morning after pill 所以兩個詞大概都行 alright 比較常見的啦 我們接上 接上的詞 street 這樣 那你說contraceptive 這個就比較正式一點的字 所以報導裡當然出現的是這個字 alright 好所以再看下去 呃 我們特別找一些詞來看就好了 呃 第一段就看一下 所以他是一個German的一個design graduate學生 他得了這一個什麼James Dyson Award 我不知道這個Dyson是不是那個犧牲器Dyson 希望不是 所以for a male contraceptive device called COSO 他叫它COSO 很特殊的一個名字 那用了一個ultrasound waves 那這邊ultrasound就是剛剛說的超音波 來temporarily halt sperm regeneration temporarily 暫時的 所以他的目的是要來暫時的 temporary就是暫時 副詞 temporarily 而holt這個字就是把它擋下來 ok 那sperm是男生的精子 regenerate這個詞就是 呃 逆轉 不是逆轉靠北 regenerate就是重新那個 重生啦簡單的說 重生 沒有打這個字出來嗎 奇怪 好anyway 喔在前面 早點找不到 因為我剛剛眼睛撇到了reversible 不對了 regenerate ok 所以他能夠暫緩 精子的重新製造的這一個 的這件事情 所以sperm regeneration regenerate ok regenerate這個字 我再多補充一下 給你一個畫面好了 我不是說那個X-Men裡面的 Wolverine 就是金剛狼 ok 那個金剛狼是不是受傷會自己好 對吧 所以他就能夠去regenerate 自己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regenerate這個詞可以用在金剛狼身上 所以sperm的regeneration 你大概就懂了 好然後再看下去 我等一下一定要講到reversible這個詞 所以我先找一下 就來這裡 所以它的coso device is designed to be a reversible contraceptive solution 所以它是能夠這個reverse是導回來 所以reversible我們就可以簡單翻譯成可逆的 因為你剛剛講說它會暫停精子的重生 那靠北那精子生不出來怎麼辦 不會它是reversible 它是可逆的 所以有沒有一個詞是不可逆的 沒錯你只要加ir在前面 所以reversible就是不可逆的 像很多手術開下去不可逆 沒錯吧 然後像很多例如說 你軟體的一些更新可能是不可逆的 不過有的可以逆 你大概懂意思啊 不用扯太多 不用overexplain 好所以這是一個reversible的contraceptive solution 那為了怎麼用它呢 to use it a person would fill the device with water 所以你就把它裝水 up to the indicated mark 所以裝到一個它指出的要大概的高度 我大概不會整片看完 但是我可以補充一下 它那個高度就是 每個人的蛋蛋大小不一樣 所以他會 醫生會跟你說 你大概要到七分滿 你大概要八分滿 所以因為每個人蛋蛋的下垂大小 大概不太相同 所以你大概只要把蛋蛋泡住就夠了 我猜他的意思是這樣 so you fill water up to the indicated mark 所以填到一個它指標的一個mark的部分 然後turn it on 把它打開 so it heats to operating temperature 所以它就會加熱到一個 運轉中的溫度 so it heats heats 這邊當動詞 to operating temperature 然後接下來你就坐著 sit for a few minutes with their testicles dipped into it 所以坐幾分鐘 坐下來的狀態就是你的testicle 就是你的蛋蛋 就是你的蛋蛋 ok所以我把這個字乾脆打給你看 ok testicle 你的蛋蛋 泡在裡面 dip這個詞就泡下去 所以你就把蛋蛋泡在那裡 然後坐幾分鐘 這個畫面應該蠻好笑的 我是覺得 but oh well 然後就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你想看一下它長什麼樣子的話 就看起來像這個樣子一樣 看起來像這個充電器你知道嗎 power bank 或者像一個什麼duck 你可以把iPhone插上去充電的感覺 anyway 好所以再看下來的話呢 這邊差不多 好 我可以讓你多了解一點點 我把這邊讀一下 所以它是一個它可以 temporary hold sperm regeneration 剛剛看過 with contraceptive effectiveness beginning two weeks after the first application 蛤 所以它的effectiveness呢 是兩週後才開始喔 所以beginning two weeks after the first application 這裡的application就是應用 所以你的蛋蛋泡完了之後 泡了幾分鐘 要兩個禮拜後才開始有效 那你如果急著打泡就來不及了 哇塞 ok 那強調一下 the effect is reversible 強調一下可膩的 with fertility expected to return no later than six months after the last application 所以這個還蠻長的耶 好 解釋一下 所以你的fertility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的生育能力 所以fertility 在確認你懂 這邊的fertility 我打把他打出來 fertility 生育能力 ok 所以這個詞fertile 如果把它變形容詞的話 就是你還有 具有生育能力的 ok 還具有生育能力的 fertile 所以你沒有生育能力 I'm not fertile 這樣子 所以可能過了五十歲六十歲 I'm not fertile Fertile Alright 所以呢 所以你的fertility 可以被指望能夠回來 so fertility is expected to return no later than six months 所以不會多於六個月 在你最後一次使用它 所以他剛剛講 你用了兩個禮拜後開始有效 然後假設你就持續用 持續用持續用 然後等到你用一用 發現你想要停下來了 你想要你的fertility回來的話 你要等六個月 ok 所以 yeah 可是他說 no later than six months 所以這個話有點tricky 所以表示 最多對多就等六個月 說不定你厲害一點 你回復能力很強 你是監鋼狼的話 可能一個月也就回來了 兩個月也就回來了 總之是no later than six months 那至於最短是多快 他這裡倒沒講 所以我覺得這文字啊 有點tricky 但無論如何 我覺得他還是不錯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逼著女生避孕不見得是 很好的事情啊 我個人認為 所以男生如果能幫上忙的話 也不錯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一下 我剛剛想講給大家聽 就是這個 yeah 這裡來了 所以 當他跟他的partner 想要來找一些 alternative methods的時候 就另立的方案的時候 因為他這邊講到 他好像有cervical cancer的可能性 的一個precursor precursor就是一些前針前照前導之類的概念 那就表示他不能夠take the pill 什麼the pill 就是正常的避孕藥 所以他不能避孕了 因為這個女生 剛剛講的repeca wise 這個女生 他有了cervical cancer的precursor 所以他就不能夠真正的正常的避孕 所以他就想跟他的partner 一起想一些有沒有另類的方案 所以they looked for alternative methods 然後發現 就沒有男生的 以男生為中心的option they found there were no male-centered options beyond這兩個 所以也就是說 這兩個是ok的 可是你要是想超越這兩個 就沒有了 所以他用beyond這個詞 來做這樣的表達 希望你聽懂齁 so they found there were no male-centered options beyond a and b 超越的a跟b就沒有了 好 beyond a and b a跟b是什麼呢 不是a beyond a and b 那a and b是什麼呢 a就是condom so beyond the condom 那condom就保險套 or a permanent vasectomy vasectomy就是我剛剛所說的結紮 vasectomy 在看了什麼tomy 反正就是跟開刀有關 Alright 所以他就開始去explore了一些 其他的可能性 那也就是用超音波的這樣子 so vasectomy 多學一下這個字 好然後呢 多想 可以 所以causal呢 是一個小小的像碗一樣的device so it's a small bowl like device with a smooth colored exterior 我在另外一堂課才講到 exterior這個字 就外觀 所以這個很滑順的一個有顏色的 exterior 外外裝 that looks similar to premium domestic gadget 它看起來就是一個很高檔的 家用的一個gadget gadget這個詞就是一些小玩意兒 小器具 像你用的iPhone 你用的Apple Watch 都可以稱為gadget 其實OK 那電腦的各種周邊大概也都可以稱為gadget 其實 好 所以我們再多看一個詞就好了 就是我想要介紹arguably這個字 arguably 我以前一個高中生問過 我翻不太出來 因為argue是爭論 那arguably難道叫做可以爭論嗎 後來找到了一下 中文的翻譯大概就是可以說是 就 可以稱得上是 之類的 那我特別想講這一段 因為我覺得它有一些重要的訊息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so attempt to make a male contraceptive pill were abandoned after they caused side effects 所以意思就是說他們是曾經有嘗試過 做一個男生的那個避孕藥 so attempt to make a male contraceptive pill were abandoned 但是這樣的嘗試卻被放棄掉了 為什麼被abandoned掉放棄掉呢 因為他們會製造一些 他們會造成一些 side effects 所以再來就副作用 所以男生的避孕藥他們也嘗試設計過 可是卻被放棄掉 因為他們有一些 side effects 有副作用 雖然 even though 雖然they were arguably no worse than those caused by the female contraceptive pill 所以就是男女間就不公平 所以雖然說 他們也可以說是 並沒有比女生造成的這個 女生的避孕藥造成的 這個 those 這個詞啊 就是 side effect 所以沒有比女生的避孕藥造成的 side effect 還更嚴重喔 所以他們arguably no worse 總之你不覺得這個立場就很奇怪嗎 為什麼痛苦都應該女生來承受 所以避孕藥的痛苦也是女生承受 例如說我知道吃避孕藥可能會水腫 結果看到女生整個水腫很誇張 他們就說因為開始吃避孕藥 喔OK 那男生我覺得你痛苦一下會死喔 你又沒有月經 那避孕又沒事 但是懷孕又不是你在痛苦 痛苦90個月 那為什麼 你連吃個冰藥 承受 side effects都不願意呢 所以我個人支持 或許不要用這種 什麼超音波的方式 因為我個人還是覺得 淡淡泡在水裡泡個幾分鐘 是個很可笑的事情 你用我承受 side effect 或許就算了吧 如果有藥廠在看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思考一下下 要不要重新啟動這個計畫 來研發男性的 contraceptive pill OK 好啦 那我們講到這裡也差不多了 小小複習一下下 複習時間 Alright So 這裡講到了 contraceptive 我好像一直把這個字講的不是很順 contraceptive contraceptive OK啦 避孕的 contraception 避孕的名詞 那種 那個事後完 plan b 或者叫做morning after pill 應該OK ultrasound 是超音波 所以要超音波泡蛋蛋 你就可以讓男生不孕 所以讓男生 infertile 這樣子 就不再 fertile 剛剛講的fertility OK 所以regenerate是 重新生成這樣子 剛剛講的金鋼狼那個例子 temporary暫時的 可以temporary hold住 男生的這個sperm的regeneration 那它是可逆的reversible 那irreversible 不可逆的 沒問題 testicle 搞完蛋蛋 泡在裡面 dip vasectomy 結紮 那它的這個設計 這個器具 看起來像這個gadget一樣樣 arguably 可以說是 這樣子 好到這裡大家OK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